请不吝点赞,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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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儿呢 医生 为什么我的腿没有直觉 你这属于脊椎受伤 再加上在床上躺了这么多日子 难免两条腿会有影响 不过小伙子你放心 年轻人恢复得快 一会儿带他去做个CT 骗子出来以后告诉我 好吧 好好好 有事叫我 谢谢啊 姐 我躺了多久 你都躺了半个月了 别动 你现在需要静养 你有没有受伤啊 那些人到底是谁 后来有没有找过你麻烦 你问我这么多问题 我该先回答你哪个呀 有没有受伤 我没事 倒是你 醒了就好 有些人到底是谁 那一定明明是出问你了 我也不清楚 爸正在调查呢 那妈呢 妈怎么样了 好啦 妈好着呢 你别说话了 休息一会儿 你别说这样 你不让我留下来 你不回头 你不回家 不要说来 那天我准备我 干什么 就是说什么 不要说是什么 我好致敏 我干了 你不想像我 我干了 你不想带我 我怎么还要 你不想再的话 你就不能怕我这样好啊 不能 洛书 你昏迷的这些天 单单可一直陪着你呢 你们聊吧 我去把检查的费用交了 你终于醒了 看来我这半个月没白手了 怕我醒不过来 你的投资大手标啊 你见过追债的 像我对你这么好的啊 你见过我这么体贴的投资人吗 行 我算是看出来了 我对你再好你也不稀罕 我在这天天守着的时候 你一点要醒的迹象都没有 我这前脚刚走你就醒了 你是故意的吧 谢谢你啊 灯灯 不客气 我对你好因为我愿意呗 就喜欢对你好 只要你不拒绝我 我就很开心了 倒是你 你有几条命这么玩啊 洛书 要是当时那个情况 换作是我的话 你会怎么做 如果换作是你的话 我也会这么做的 真的啊 你这句话说的我还挺感动的 出于我点善良 来吧 欢迎来到初心科技 这仓库 这就是我们新的办公室啊 咋说话呢 再说了 我们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在医院可都说好了 咱们不是一起重新创业吗 对啊 你们不能耍赖啊 不耍赖啊 这不等你们回来了吗 有了你们 我们才真的叫回归初心啊 咱们这新公司 准备做什么项目 洛书做了一次规划 我们呢 还是做我们之前的领域 但是会抛弃一些 多余的印象设备 因为这些呢 毕竟会给用户造成 携带上的不变 造成那个年度降低之类的 等于说 我们要做一个 能够让用户实践 应用户在手 天下我有的产品 差不多一个意思吧 算是一次改版的方向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可行 吴亚军肯定学不来 那你们要是 都没有意见呢 我们就沿着这个方向做 争取在洛书醒来之前 给他一个惊喜 好 我们的回归初心 难道不算惊喜吗 朋友 你必须柜 不认真oni 老爹 你不 pancake 要要留性 又受压迫的状况 什么意思啊 如果是骨神经受到卡压的话 它以后能不能站得起来 不太好说 什么 当然 这是最坏的打算 我还是见你们家属 多和病人想办法沟通一下 以免到时候 它气态值过高 心里落差太大 不利于后期的福建啊 丹丹 丹丹丹 洛书知道了吗 我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还是先不要告诉他了 丹丹 你也答应我 你也别跟他讲 行吗 可是他那么聪明 就算我们不说 他也会察觉出来 这不还没确诊呢吗 说不定 到最后还有改变呢 初遥姐 我理解你的心情 但就像医生说的 得有个心理准备 要是你不知道怎么跟他说 我可以去 还是先别跟他讲了 他才刚醒 让他开心几天吧 可 等到最后 行吗 我可以了 你还是平躺着吧 别到时候弄巧成拙了 把你腰伤弄得更严重了 怎么办 洛书 我们是真希望你赶紧好起来 双筋弄还一百天呢 你赶紧好好休养 你们两个最近干吗呢 我们是真没去哪儿 洛书 我有一个哥们 他有三十套房 他的房全租出去了 每个月一号到三十号 一次上门收租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他就说呀 这人他就不能闲着 一闲着就废了 我们前段时间是荒废了 但是我们还是觉得 和大家一起干活 一脚劲儿 那你呢 什么时候回来呢 早回来了 在你当睡美男的这一段时间 我们把之后的事情 都稍微规划了一下 那宣扬我做什么呀 你啥也不用做 你现在首要任务就是休养 早点宣扬好了 早点回归 咱跟吴亚军接着动 对了对了 上次有个事汪跟你俩说 我重新介绍一下 丹丹 你们之前都认识了 但是他现在是咱们初心的 大大大金主人 洛书又美色还来了 这一日千金 为个不怎么美的美人 你要不要考虑考虑其他任杯 你回去照着镜子 我这不开玩笑呢吗 那你们先聊 我去给你们洗苹果 谢谢啊 他早晚会知道的 为什么偏偏是他呢 咱们今次去 怎么样了这个 都亮了 就是有人迟迟 都会早上记的那个视频了 知道谁记得吗 不知道 那一会儿太早了 没什么人 我也就没留意 好 知道了第一时间告诉我 是 我去 ей申请报告 现在打手基本上已经确定了 你也该回去歇歇了 也好 还辛苦你了 快把这案子再好好领植 知道 不要 爸 回来了 你吃饭了吗 吃过了 你妈睡了 刚睡 来 那会儿人 背后的知识人查清楚 就是你们公司的现在董事长 叫郭江峰 郭总 对 果然是他 你之前怀疑过他 你们之前有过什么矛盾吗 子墨他爸出国之前 欠了他一大笔钱 洛书刚住院 我就被龙翔开除了 不是我自己辞职的 这孩子 不跟爸说一声呢 洛书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家里已经够乱的了 今天妈还吵着要去学校找洛书 我好不容易才拦下来的 老子们瞒着你妈 也不是个长久之计 还得想个办法 这样 就说洛书去国外学习了 是封闭式学习 不然跟外界联系 咱们两个同意口径 别说露了嘴 爸 我还想跟你说个事 是吧 洛书他可能 爸有心理准备 有 是不正确的 船长的 我和学学习生理 都什么是 老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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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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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不就行了吗 最后 你不用留检测和修改的时间吗 黄耀鸣有消息了吗 还没有 没有就去找啊 郭总 他现在人都已经派出来了 郭靖红板 是 警察同志什么事 你率先唆使故意伤人 现在我们依法拘捕你 干什么玩笑啊 有什么证据 你们干什么 有什么证据啊你 带走 警察同志 我给你找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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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凭什么抓我呀 凭什么抓我呀 凭什么抓错了 我给你讲给你 凭什么抓错了 我是被冤枉了 我给你擦过去了 我真的是被冤枉了 你们肯定是抓错了 真的是被冤枉了 可神 真的是 什么都想我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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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书 我刚在楼下看到初遥姐和阿姨了 阿姨的情绪好多了 你今天怎么样 淡淡 打我的根本不是什么小恶果 整个事件也不是凑巧是不是 我哪知道啊 我不知道 这个事和胡江峰到底有什么关系 你为什么非得问我呀 你不会骗我的对吧 谁说我不会骗你 是郭江峰派的人 他们逼着初遥姐找到韩耀明 找不到就对初遥姐下手 想把韩字幕逼回来 我哥跟我说 韩耀明可能涉及金融诈骗和非法转移资产 他出国前把所有资产都转移了 我就只知道这个 回来了 回来了 怎么了这是 我心里难过 什么事啊 跟哥说说 今天罗叔跟我说 我不会骗他 可是我现在明明就在骗他 他要是知道了 会不会很难过 你这么喜欢他 你能骗他什么呀 他可能永远都站不起来了 什么 你确定吗 我今天去医院看他 医生跟初遥姐说的 如果我说李洛书受伤 是因为我的缘故 你会恨我吗 这什么意思 是我故意把非裔科技 财务报表造假的事情 说出去的 如果事情没有闹大 郭江峰手里的公司 就不会大跌 他就不会被逼及 找小流氓跟踪黎初要报仇 没想到 郭江峰也太狠了 是我害了洛书 哥 这不是你的责任 你不用自责 这什么事儿 怎么着急把他叫的 龙翔怎么了 单单和你说什么的 郭江峰已经被抓起来了 你们还打算瞒我走脚 都知道了 我们也没打算瞒你 我肆意觉得 告诉你的话你一定会着急 不是影响恢复吗 你不说我不更着急的 说 龙翔到底怎么了 龙翔其实没什么事儿 是韩家了 韩家有问题 连韩子墨和初遥的婚房 也被法院给查封了 说是韩耀明走之前 骗了郭江峰和其他股东 一大比钱 他们找不到人 就只能找初遥了 算是把初遥给 对 太惨了 这家人够狠呀 看来韩耀明谋划这张婚事 就是为了让我解背黑锅 这初遥知道的这个事情 我肯定接受不了 你还是想想该怎么跟你说 服务员买单 来了 一共二百一十六 一共二百一十六 扫这个 扫这个二位吗 这个跟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是我们老板特意交代的 这是我们老板特意交代的 谢谢 慢走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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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谁的二位吗 这是谁的二位吗 是不是你的 不说是吧 不说我报警了 不不不 林姐 这是晴哥说下午收款 都扫这个二位吗 晴哥 是吗 林姐 你就别为难我们了 是晴哥不让我们跟你说的 晴哥 晴哥 来了 谁让你进来的 老婆我错了 错哪儿了 我之前真的是我不对 我混蛋 我想把酒吧每天下午的收入 据为己有 但是你看老婆 我是把酒吧当成一个事业来干 每天努力地工作 但是现在却要把钱都交出去 我是有点舍不得 之前不管收入怎么样 我总是对这个家有一点贡献 现在我收入没了 贡献也没了 还得倒贴钱 所以我就产生了这种可耻的投机行为 还有呢 还有 对对对 还有 我 我认为我这个人吧 思想觉悟不够高 严重地拖了林宇同志的后腿 但是经过你今天下午的批评和教育 我是痛定思痛 我认为你说得都对 患难见真情 现在正是初遥最需要我们的时候 我们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呢 再说了 这个酒吧它原本就是韩子墨的 我们怎么能占了便宜却又不付出呢 对吧 老婆 还有呢 还 还有 对对对 我是真的错了 老婆 你看 这个是这段时间的收入 我是一分都没有用 等那个流水账单下来之后呢 我就把它都给你 但是老婆 这段时间就得辛苦你一个人养家了 老婆辛苦了 我问你 你就没有一点不满一点抱怨 没有 没有 秦云 我告诉你 我不是不讲道理 也不是不心疼你 对对对 只是现在它是特殊时期 对对对 这样 等洛书好了 你想怎么经营酒吧怎么赚钱都可以 但是你看 老婆 你看在我承认错误这么积极的这个态度 对吧 你今天就原谅我吧 沙发去 不要这样说 沙发去 沙发去 韩家的事我已经知道了 他们以为你知道韩子墨的下落 所以再找你麻烦 事情都过去了 郭建峰已经都被抓起来了 再说 我跟韩子墨已经不联系了 凡事都往好处想吧 说不定子墨也很为难呢 可他们家就这么把债务 转嫁到你头上 这也太不公平了 而且以后说不定有什么麻烦 我身上又没有追债的人想要的东西 时间长了 他们自然就不会找我麻烦 可我还是担心你 你不用担心我 你现在呀 就好好养好自己的身体 赶紧康复起来 来 医生 我这腿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好 小伙子 别着急 好好养着啊 伤筋动骨不还得一百天的吗 何况 你这个脊椎现在压缝着神经 不过没事 你放心 好好养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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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总 之前向公司提交的 初心科技投资计划报告书 被拨回了 都没到过董事会的那一层 公司的项目调查研究发现 李若书这段时间一直住院 而且很久没有参与过公司的运行了 他们觉得 初心科技的未来堪忧 是否能够继续运行 也是未知之处 和我想的一样 本来也没有抱多大的希望 只不过该走的流程还是得走 堵住那宝人的嘴而已 陈总 那初心的投资 没事 你别着急 我有办法 这个是初心的详细资料 你帮我把它寄到这个地址 是 好的 单总 单总 贾总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单总 当时匆匆一别 都没来得及请你吃个饭 好好谢谢您 您太客气了 您还是叫我小善吧 您叫我善总 我可承受不起啊 来 坐 来 贾总 您是痛快人 我就不跟您拐弯抹角了 坦白地说 这次喊您来 我是有事有求于您 之前给您寄的资料 您都看过了吧 看了 但是 我年纪大了 看不懂你们年轻人搞的新鲜东西 不够清楚 你给我的东西一定是重要的 所以我找人打听了一下 小善 这家公司不是很好啊 是 他们公司的总裁李洛书 因为遭到恶性包袱 在医院昏迷了半个月 但是您放心 他昏迷的这期间 初心一直维持着正常的运转 不过现在李洛书他已经清醒了 当年经济危机 是你帮助我渡过了难关 让我挺了过去 才有的今天 我老贾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你给我说实话 需要做什么 那我就直接说了 我希望您可以投资初心 初心现在虽然是初创公司 但是他们现在的前景还是十分乐观的 您虽然一直做的是传统行业 跟初心不在一个领域 但是我认为您投资这种新兴行业 也是您公司未来的一个趋势 小善 我当然小心你 但是恕我直言 你们自家公司都不敢投的项目 我这个外人心里更是犯嘀咕 贾总 我明白您的顾忌 您放心 您投资的这笔钱 如果一年之后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这笔钱我善一安 就算砸锅卖铁我也会还给您 别这么说小善 当时没有任何人相信我 是你力排众议 找到了证据 我信你 这笔钱 我不是投给了初心 我是投给了你个人 多谢贾总 那我也以个人的名义担保 您投资初心 绝对不会失望 我来吧 我来吧 你怎么来了 我来跟你说个好消息 我们找到投资了 哪家公司 你就别问了 说了你也不知道 那大乐他们知道了吗 我是第一个来告诉你的 你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吧 喂 大乐 我们找到投资了 我们找到投资了 好了 洛书 我知道了 实在是太好了 行 那先这样 好 还怎么说 我们的资金又找洛书 是山一安盛总找的 那他有说 什么人给我们投资吗 说是一个 做进出口小家店 其实投资这个事吧 我之前跟洛书聊过 他呢原本是不希望 再麻烦山一安的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但是可能因为受伤 打乱他原有的计划吧 反正不知道怎么着 现在是山一安接管了 刚才打电话说 资金马上到位 太好了 你们之前不是说 有想法跟方向了吗 程序做完了吧 赶紧给我 我去找投资人了 那个 对 你说得对 喂 你好 我们看到了您在五八同城上 投过来的简历 觉得您比较符合我们的职业要求 谢谢啊 通知您明天早上十点来公司面试 嗯嗯 好 再见 李洛书的这个附件过程 可能比较漫长 情况不容乐观啊 不管多少时间 花多少钱 都必须要让他康复 我们尽力吧 什么呢 赵总 所有的情况 单单都已经告诉我了 你跟我过来一下 我知道你是好心 但洛书是我的家人 所以他康复的费用 就不用你操心了 医药费你都拿不出来 更何况负现的费用 我已经在想办法了 我在网上投了简历 也有公司通知我去面试了 我们公司的HR 在五八同城网上 看到你挂的简历了 现在坚持能给你多少钱 但是你有知道 复健需要多少钱吗 如果病人的病情 一直不能得到好转 那复健就是一个无敌洞 别说坚持了 就算你把身边朋友的钱 都借来也不够 我只是不想欠你 这么多人情 你说洛书是你的家人 他同样也是我认识 十多年的兄弟 我一直把他当亲弟弟来看 所以在费用问题上 我不希望他有任何心理负担 同样作为一家人 你能理解我这份心情吗 所以就让我来承担吧 如果你实在不愿意接受的话 你可以来我公司上班 医药费慢慢从你工资里扣除 你看怎么样 这 这 我可以特训你不用做班 来医院陪洛书 但是我一定要看到 你的工作成绩 那就是让洛书鼓起勇气 早日站起来 好 行 那就抽时间来公司报到吧 谢谢 谢谢 洛书 洛书 你伤没伤着啊 我扶你起来 靳岳 我是不是再也站不起来了 李先生 由于你的神经受损和长期握床 需要复健才有可能站起来 时间呢 短则三个月 多则一年 三年 甚至更多 具体情况因人而异 像你这种情况吧 要是恢复到和常人一样 概率比较低 较低 较低的概率是多少 千分之一 李先生 你的腰部脊椎受损神经 已经坏死了 办法倒是有一个 那就是手术 把受损神经部分切掉 重新连接整合 只是手术费用极高啊 医生 费用的问题您不用担心 我们一定会凑齐的 那好 我马上和我的老师联系 尽快安排这台手术 好 谢谢啊 罗叔 你现在就是要调整好心态 别压力太大 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手术 我们要相信医生 相信你自己 你一定会站起来的 只要是防抗手术 那自己自己的理工 理工费用极エヴ 就是他一直以为 我可以是 也要走 变成为 trzy 木槽救人 医生已经安排了 钱够不够啊 钱你不用担心 我已经交过了 有情况 马上跟爸说啊 这手术过了 复健这过程更困难 爸 我们要相信洛书 我过去 凌云 舒阳 来啦 喝点什么 水就行 来 走吧 来 来 谢谢 对了 你昨晚说有事和我说 什么事 洛书还要再做一次手术 我们现在的情况 你也知道 手术费 实在是凑不齐了 所以我想 打住 接包给我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这是这段时间酒吧的利润 本来早就想给你的 但是最近店里太忙了 我也没腾出时间去找你 谢谢啊 但是我可能该慢慢还你 还什么呀 我都跟你说了 这是酒吧的利润 你就当是韩子墨出的钱 这也是他该出的 酒吧是你跟秦云经营的 怎么能算他的呀 不是这个时候了 你跟我逞什么能 你要是再磨叽 我就直接给洛书了啊 那不行 不然他越好有压力了 就是嘛 就是嘛 韩子墨还没有消息 你还是放不下他吧 我已经接受现实了 现在只希望洛书 可以赶紧好起来 那医生有没有说 手术的成功运 只要有一点希望 我们也不能放弃啊 对 会好的 等等 詞曲 曲 李宗盛 若不知我的心愿 结局如何改变 若我能让时光重演 选择倒带的时间 若我能让旁人淡然 冲破绝望的昨天 记忆的边缘 有你最大心结 用我温柔声音 清楚全部岁月 此后的情节 握紧全力书写 抹掉此心悲戒 和所有离别 若我能让时光重演 选择倒带的时间 若我能让旁人淡然 冲破绝望的昨天 记忆的边缘 人生这场梦 点燃你的夜空 要我隐形守护 是最大光荣 人生这场梦 点燃你的夜空 若我从未触碰 该何去何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梦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